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我是杨阳 我是尚杰 今天是11月29号 我们准备去镇上 骑上单车 去买一个泡菜坛子 学着做泡菜了 正好冬天的时候适合做 做芋头 走吧 今天天气挺好的 哈喽 这个大小够吗 够 最小的 多少钱 挣多少钱 15块钱 15块 最小的拿了一个 还买了一个盘鸡 帅菜用的 哈喽帅哥 你这样拧着个盘鸡骑车好帅 卖给你要不要 不要 这个东西拿回来了 今天的风有点大 这个盘鸡拿着还有点累 有点晃是吧 它一直吹一直晃 这个又特别的兜风 然后还买了一点点菜 今天做一个排骨日米萝卜汤 这个是胡萝卜 好久没吃了 这个坛子好可爱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种 这个比以前的好像升级了 对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个小的 以前没有这个小片面 直接打开就是菜了 对 它这个这样罩上去 然后这个耳朵这里 放一点水 那个水是不透气的嘛 对 就保证那个密封效果了 这个里面放那个泡菜特别的好吃 你 把那个菜腌制好了之后 放到那个坛子里面 放它半个月 它就会有那个坛子气了 对 酸酸的 有那个味道才好吃 有那个味道才好吃 这个可以的 我家里其实有坛子 但是每个都坏了 以前的 缺胳膊少腿的 缺胳膊少腿啊 有裂缝什么的 所以重新买一个 这个挺好 现在就准备 接着汽车出去 去搞点那个芋头 杆杆回来 这个挂哪里 直接就放这里吧 到河边上了 把单车这样倒在这个里面吧 就不碍事 刚刚我们工具都拿好了 正打算下来收割 正好就碰到一个林芝 我们村里的林芝 他经过这里 那我们在这里干嘛 我说搞点这个芋头杆杆 鬼是做那个泡菜 他赶紧下的直接压满呆住了 说这个不能吃了 这个有毒 一定要那种家里种的那种香芋 就是自己吃的那种香芋 种植的 那个杆杆才能做泡菜 像这种野生的 是不能吃的 这个杆杆你稍微折断一下 碰到了都会非常的麻 然后做出来的菜 它有毒性吗 哈哈哈哈 一不小心躺板斑了 我还说这里这么多 难怪没人搞 对啊 这河边上全都是 这河边上 包括那人 那里一片一片的 对 都没人去搞 原来是吃不得 原来是吃不得 所以就没人搞 不然的话可能也轮不到我们了 对啊 这个止水确实啊 什么感觉 我对这种芋头啊 山药什么的 不怎么过敏 我不知道那种过敏的人怎么样 一般的人 好黏啊 这个反正他们说这个不能吃的话 还是不要吃了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回去啊 反正怎么办 哇这个地方好适合钓鱼 对啊 这是一条小河 嗯 嗯 刚刚找灵芝什么的问了一下 这个里面还有哎 他说你要芋头都行了 你要芋头都可以自己来挖 我说我只要点杆杆 他说要杆杆的话 自己来割就好了 就是那里 一大片 但是这个里面是有水的 对啊 我这个鞋子是没办法进去的 我这个鞋子是没办法进去的 要去拿那个雨鞋 然后进去割 现在我们回去接那个胶鞋 好激动啊 哇 这个风力好快 掉了一天在这里 哇 把它拿回去吧 既然都掉到我们的车上了 那就是我的了 哇 这个以前好像很流行这种书签 对 我还做过呢 夹在我的书里面 哇 这个下面还是对面的 到家了 把这个胶鞋放上 好激动啊 等会拿这个桶子去 好装一点 对 来你来换吧 好 把车停在这里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凑巧了 平时这个水渠里面 它是没有水的 没有水 也就意味着那个 芋头那里也是没有水的 真好今天这里放水 把那个芋头那里 哈哈 运气特别好 放满了这个沟渠里面 对啊 平时我们 直接穿运动鞋都可以进去的 哦呦这个水有点深呢 好 好 试一下 就这么点深呢 还好吧 还好啊 我还以为多深呢 哈哈 可以可以 有这种下甜的感觉的 对呀 以前小时候就下甜 哇塞我还发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野芹菜 小时候我摘过这个跟芹菜一样的炒菜吃 哇这个可以炒腊肉 特别的香呢 好香 是不是很香 嗯很香这个 野芹菜 还有吗 多赶紧回去炒肉吃 这个严格算起来 算是野菜了吧 这个 嗯 哇那里一船 看到没有 看到了 哇 那这里船似的 这个叫楼草打兔子 这个水声正好 特别好玩 您就说这个里面的芋头有几百斤 嗯 开干开干 那不就 就是这样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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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 都會割到 所以我會在這裡 把衣服放在這裡 把衣服放在這裡 我可以把衣服放在這裡 就把衣服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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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裡 哇 这么多 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袜子湿了吗 你的湿了是不是 湿了你的没湿吗 我的肯定也是了呀 有一点点湿 搞不懂呀 穿着这个鞋也是 晒一下吧 放点米熬一点米汤 等一下把那个芋头杆干放进来煮一下 这么多不 大概水有点不够 水不够啊 嗯 好了好了好了 那个米汤就熬在那里 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杆杆切断一下 因为这个是做腌菜 这个皮就不用撕了 它这个外面有一层薄薄的皮 做腌菜的话 这个就更有嚼劲 这个皮保留着 这东西氧化的很快呀 这个 这里 它要是做腌菜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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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它要长出那个叶子了 这个不要 削掉 切好了 现在洗一下 直接放在这个缸里面洗 它不会沉下去吗 这个怎么会沉 它是空 把这个毯子洗干净 沥干水 沥干水 融合 洗洗 用下冷时候 把纸岩 放的 泡 洗 从 我们 把这个桶洗一下 这个已经煮开了 是算了我应该买个路勺的 赶紧先放一点水不然等下捂烂了 现在来下第二锅 第二锅也煮好了 泡了一会儿了 现在把它们捞出来 现在开始切了 这个要切细一点 我们再来切细一点 再切细一点 我们再切细一点 再切细一点 再切细一点 这边先够一下 今天好像变天了呀 这会儿就没有太阳了 风倒是挺大的 放在这里通一下风 这个锅也要好好洗一下 才能做饭 上面全是那个米汤 结佳了 哨子 把铁儿开 马上倒出自己的汤 饭 放箱 黏黏 杨师傅说玉米它来切 这个我切不动 你等下一剁全盔的 玉米等下不见呢 忘记买大蒜了 我们家的可以吃了 掐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 哪个 你看哪个大呗 这个这个吧 这样子掐可以吗 它掐了还会长吗 会长啊 排骨先焯水 排骨先焯水 炒个糖色 炒个糖色 焯水 炒烤 炒 炒 炒 水 滴水 煮澱澤 沐浴 燈泡 油 蘑菇 蘑菇 豆ion 這次是一種甜蜜 很漂亮 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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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这个看着就好香 简简单单的一个菜 有荤又有素 试一下这个排骨 熟了没 熟肯定是熟了的 焖了40分钟 好吃 脱骨了 红烧排骨 哇这一坨怎么这么大 还没砍断呗 好吃 排骨就是比肉好吃感觉 因为它贵 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 但是这个排骨里面有一半的骨头 最近好像变天了 不知道我们那个骨头感干 能不能晒干呀 等下发霉了 明天接着进山 去摘那个精英子和狗骨 嗯 今天我们去镇上的时候骑单车 看到有一个奶奶 她在晒那个狗骨 就问了她一下 这个有什么作用啊什么的 奶奶说这个是一个小偏方 嗯 就是泡酒啊什么的 或者泡茶喝 她可以治那个头痛 正好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头感觉就不能动 她这样一动 就感觉里面在痛 就偶发性的 我感觉试一下 到时候泡点酒 那可以跟精英子一起泡吗 可以 去哪里搞酒呢 到时候问一下吧 看有没有自己家那种酒 嗯 乡下 那种自己家酿的酒的话 它纯度高 而且 是真正的那种粮食酿出来的嘛 就效果更好一点 我们今天在街上 还看到有人卖那个精英子 嗯 摆了一盆在那里 哇 看来还挺值钱 对啊 泡点酒 里面还顺便还可以放点当归当生呢 那个 这种东西呢是没有相冲的 都是都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这泡一点点就好了 泡一点点 每天晚上喝一小杯睡觉 对 嗯 好好吃 我开始以为你是要炖汤 这个汤已经完全在那个肉里面了 全部吸收了它已经 嗯 吃到了一块脆骨 嗯好吃吧 嗯 嗯 这个玉米心 里面有汤汁 有腥味吗 玉米心 哦 我跟你说玉米很腥呢 哈哈 这个玉米心里面有汤 吸满了汤 嗯 这个柴火炖是没那么心痛的 炖汤40分钟 嗯 这个肥油好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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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